中文国际频道 今天的节目当中 依旧有选手 带来了自己的感人的故事 还有心动的歌喉 所以我们来看看 第一位选手 会是谁呢 一先来看 中文国际的高原 大家好 我是来自 帕米尔高原的 塔吉克 做阿弘尼克 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都会说 这个老外说的中文 太好了 他们总是猜我是 意大利人 摩西克人 伊朗人 总是和我说英文 我遍布世界的身份 也是我最大的困难 有一首歌 早已融入了我的血液 它是一个红色的歌 从小到大 我生命里的 每一个转折 都是因为这首歌 为谁而歌 为你心动 中华清 听我唱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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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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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塔吉克做 我是塔吉克做 首先问您 头一个问题 您来到这儿 您首先是想把歌唱给谁 我这首歌是要唱给 非常伟大的一个作曲家 雷正邦先生 雷正邦先生 对 《冰山上的莱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 编曲 编曲 对 为什么说它是编曲呢 因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是你们塔吉克族自己的民族歌曲 民歌 是从一个古里比塔艺术歌 对 改编过来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所以雷正邦先生 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改编 对 你为什么要专门唱给雷正邦先生 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话 全世界的人民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塔吉克民族 为什么向世界 向中国人来说明塔吉克族 这个民族本身这个事 在您心里这么重要 在我的心上吧 在出国的时候 我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我是意大利人 或者摩西克人 可是有些人说他是伊朗人 结果呢 我说我根本不是什么意大利 墨西哥呀 伊朗啊 我是真正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 我是56个民族之一 我是塔吉克族 结果那美国人 他不知道什么叫塔吉克族 什么叫新疆都不知道 每个人一定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 就是我是哪个民族 我是哪个国家 在这点上 没有任何人愿意含糊 我是中国人 我是塔吉克族人 对 我要向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 对 中国有一个塔吉克族 对 塔吉克族就是我 对 所以雷正邦先生 通过他的作品 把塔吉克族 向世界介绍了出来 雷正邦先生是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民族 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特别是为我们塔吉克族 做的非常大的贡献 现在舞台就在那儿 您走过去 把这首歌献给雷正邦先生 有请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 为什么这样能够 哎 红的好想 红的好想忍受的火 他想挣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哎 红的好想 红的好想忍受的火 他想挣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他想挣着纯洁 我会想挣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都不是在一位的友谊和爱情 我会想挣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我会想挣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在这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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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显得是人 现在是人不忍离去 她是永留青春的 雪片小花 她是永留青春的 雪片小花 她是永乐 到底有多少人在为他投票 如果您的票数能够超过80%的话 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份心动大奖送给您 来看一下 来 您回头看 恭喜您 83% 谢谢宁克大哥的精彩表演 我们把奖品送给他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我特别高兴 外面做了那么多的 喜欢听这首歌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掌声 谢谢你们的掌声 李正邦老师写的是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给我们中国人 给我们塔吉克人 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财富 谢谢李正邦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叫尚书 一名肿瘤科医生 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象到 那是一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岗位 我的工作每天面对生理死别 随时会与死神擦肩而过 刚参加工作时 每当一条线索的生命消失 我会为我的无能为力 自责 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奈 我的工作岗位 就像生命的转折战 有人可能从此走向生命的终点 有人可能会奇迹般地重破新生 总有一些人 用他们的乐观和勇敢 面对一切可能 让我们看到信心与希望 这是最美的生命力 为谁心动 为你而歌 中华琴 听我唱 有请赏书 爱的 有人情又帅气的歌 来 请坐 你今天准备把歌唱给谁 当然是唱给我的患者 唱给患者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名肿瘤科医生 经常接触我的这些患者们 我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是希望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种希望 传递给他们 你希望什么 希望他们都能 建立跟癌症抗症的这种信心 希望他们都能勇敢地 坚强地活下去 初期跟癌症病人 打交道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我刚当医生 接触到的第一个病人 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她是肺癌 每次复查之后 我拿着那个片子 CT片子 进屋去给她讲 她说我不看片子 我就看你 老太太能从我眼神当中 看到这次复查的结果 是好是坏 结果后来 其实她这种病情 复发和转移都非常快 就半年的时间 就又复发了 复发之后 再次来到我们这之后 就用尽什么所有的办法 就都控制不住 这个病情的发展 老太太 当时 要不行那一个刹那 我简直就是疯了一样 冲到她身边 去给她做心肺复苏 去抢救她 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一次抢救 当时她的子女 就全都跪在地上 她有七个孩子 全跪在地上 因为我们相处得也非常好 他们说求你了 尚大夫 我们认可了 让老太太走吧 给你非常深的刺激 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整个那一天 我就一直在哭 哭 特别年轻啊当时 刚参加工作 就是回去血病治 眼泪就往下掉 就止不住 我们吕静主任 就跟我说了 那次之后 严厉地批评了我一次 为啥 说你这样就别干了 你太带入了 你别当肿瘤科医生 你去当什么妇产科医生 天天生 孩子天天开心 去干一些辅助科实 你别去接触 这些肿瘤科患者 你这种情绪 你面对不了生命的残酷 对 你怎么还能去 给患者希望 患者成天看你 臭眉苦脸 看你哭天抹泪的时候 他们还有什么 信心和希望 你要是想干 你就阳光点 快乐一点 灿烂一点 用你自己 所有的正能量 去感染它 一定也有 积极面对癌症 然后奇迹般的 愈合的 我想这样的例子 应该一定有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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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们医院有一个 ICU病房的护士长 就是我们同事 他的父亲就是肺癌 老爷子72岁了 他是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是肺癌晚期 已经有转移 然后这个老爷子 就非常的乐观 根据我们每一步安排 然后他都非常配合地治疗 其实遭了不少的罪 化疗也掉头发 恶心吐这些过程 但他有自己的意志力 这个人特别乐观 年轻时候吧 就想周游世界 但是化疗治病啊 让他体力消耗很大 可能走路都有些费劲了 这老爷子特别坚强 开始 哪里 我们沈阳市的沈阳地图 从沈阳市地图开始 每条街道 每个城市 人口 政治 经济 文化 他自己研究 然后做笔记 最后是中国地图 最后是世界地图 他用这种方式 完成了他环游世界的梦想 大家知道 做一个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活了多少年吗 大家可以猜猜 肺癌晚期 这老爷子活了12年 他看到自己 从孙女的出生了 这种病人 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在这儿 他不愿天不愿地 说 治不好 我不愿你们医生 我更不愿我的家人 生病了是我自己的事 我跟那病一起斗争 治好了 我给你们看 有时候 一个坚强的人 一个 一个卓越的灵魂和品格 确实会给周围的人 带来非常多的震撼和感动 中华晴新动舞台 交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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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词曲 李宗盛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幸福的过往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一心留着昨天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会找个天使提我去爱你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一心留着昨天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提我去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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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楚了 谢谢 看看今天能够打动多少我们的现场的观众 把我们的通道打开 现在有 现在有30了 很谦虚的一位优秀的代表 很谦虚的一位优秀的代表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加油 加油 恭喜你 本身83 好 谢谢上车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拉杜亚的安泽 几年前 我只是一个中文说的不是特别利索的普通留学生 但是现在呢 我是一名中国的节目主持人 每天参加各种电视节目的录制 唱歌 主持 忙得不亦乐乎呀 我不是天生运气爆棚 也不是被天上的馅饼砸到 那是因为 我有一个小军师 一个大管家 一个专属中文老师 和一个小妈妈 不用羡慕我 听我来为她歌唱吧 为谁而歌 为你心动 中华琴听我唱 掌声请出 安泽 有请 哈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自拉托维亚的安泽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请坐 那个安泽 刚才小片里啊 这个中国话说的真溜 不敢当 不敢当 还是我觉得 相当溜 我已经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了 有一些瑕疵 我还是感觉 永远是会有这么一点点的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 还是感觉不太好 不完美 你还对自己要求还真是挺高的 今天来到这个训动舞台 想把歌唱给谁 这一次把这首歌要唱给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我的同事 对 他主要是一路走来吧 我到了中国以后 认识到了他 就是在北京 帮助了我很多很多 然后有好多好多事情都是 我觉得没有他 我可能是就走不到今天了吧 能跟我们说几件事吗 一方面吧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家长了 这样啊 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害怕他 就是因为他是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说虽然我是一个外国人 可能有一些人就听我说话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声调方面的 或者语法方面的问题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说我希望你能不能就是 对我下手狠一点 就是如果是听到了有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说不要害怕 就是就直爽一点点 然后他真的是做到了 就比如说我有一回吧 就是录一个祝福 朋友结婚 其他人说 哇你这个中文特别的好 他是唯一的一个人说 你那边有一个哪哪哪哪哪哪 稍微的有点说的不太对 你是不是觉得他过于严苛了 一下子就那种感觉 我说能不能我们回去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一下 给你点面子 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不要管了就不要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走了 后来就觉得应该是不应该这样了 还是他让我觉得做的是对的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能碰到 愿意跟你讲这种掏心窝子为你好 讲话的这种朋友是非常难得的 对我是想过好多 就是这次来到了这个节目吧 我觉得机会难得要感谢一个人 我想了 父母是当然是这个不用去想 肯定是要感谢的 老师也是要感谢的 我又哭了 但是他吧 我们是就365天吧 就基本上300多天 我们都是在一块工作的 你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告诉他我有多感谢你 就感觉已经成为了那种日常琐事 我都感觉就像我的 就跟我老公也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的 他是你家长 对 就像家人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应该是给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对 所以今天你来到这儿了 对 现在中华琴新动舞台交给你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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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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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杨泽 我叫马金 单农人 今年52岁 十年前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收下了我的第一个徒弟 那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底子好 有天赋 我看到他就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我 师徒之间是一种缘分 十年间我收了不少的好苗子 我只想把我肚子里的本事都交给他们 在学生在学生眼里 我苛刻的有些不尽人情 一个兔字 一个发音都马虎不得 我觉得基本功和做人都要扎扎实实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传承给我的 我也要接着传承下去 为谁而歌 为你心动 钟华请听我唱 有请马金 跟画面相反过一样 您也好 您也好 来 请坐 我刚才看了一个画面 您这样一出来 观众朋友觉得反差大不大 大 大吧 那边闻着墨香 翻着史记 手里拿着戏曲演员是吗 我现在确切地说不是戏曲演员 不是戏曲演员 我从小是考入的辽宁戏剧学校 后来就是毕业到丹东评音团 到评音团以后呢 我就待了一年 评音团就解散了 那时候戏曲不景气 就把我调到歌舞团去了 其实我是唱了三十年歌 哦 这样子 唱流行歌曲了 那您今天到这来是为谁而唱 为我的老师 您的老师 歌唱老师 不是歌唱老师 他就是我唱戏的老师 唱戏的老师 他是谁呀 我的老师叫严仲博 一名叫严小楼 当时师傅教您的时候 他对您也是相当严格 对不对 相当严格 就是那时候辽宁台 我小时就给我录的唱段 唱段我就唱他的唱弦 就是扎米岸 录完了就听众也点播 当时十几岁嘛都爱听 我就土话讲就宰羊啊 在同学面前腰板 拔得挺 一天老师还住院 出院了 就说 小子你过来 老师什么事 你是不是觉得你唱不错了 我说 放了不是吗 放了怎么了 有几个字错了 我说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 从兜里就拿张纸 出来写 你看哪个字唱错了 哪个字唱错了 你给我唱一遍 我唱 是没过来 你觉得你录音了就好了 你这也不行 你得精益求精 我现在教学吧 就特别讲究这个兔字 那现在师傅好吗 师傅没有了 这确实我都不知道 老师去世了 去世多少年了 老师去世你都不知道 当时团那时 都是演出特别多 您的意思是 您忙呗 我忙 您忙就忘了 跟师傅联系是吧 后来跟联系是吧 别的老师也不知道 说你 我师傅家三口 我师哥去世了 我师娘去世了 后来就是 我师傅呢 就老家是河北的 因为那是平居演员嘛 都出自河北的 所以叫河北的亲属接走了 就没有亲属的在沈阳 等于就失去联系过了 失去联系 接走了以后呢 可能就在老家就去世了 去世 我们西校的老师也不知道在哪儿 所以我呢 也觉得挺对不起老师的 我是个回族人 上学的时候吧 老师明早照顾我 按照的就是回族人呢 他说到汉族人的节日不烧纸 完了我呢 心里就觉得挺愧疚的 我就是我给老师烧个纸吧 我说每年呢 现在也不让烧的 说是不是 偷偷妹妹给老师烧一点 就是觉得心里惭愧 因为老师对我是特别好 我就跟没有老师 没有我今天 因为我的兔子发声 虽然是以后生意老师也教了 但是我的基本功 都是戏曲给的 现在请您走上 中华琴的心动舞台 把您的歌声唱给您的师傅 有请 谢谢 每一次舞眠 你都浮现 你家里的小船 远离无间 每一次为难 你都相远 你无私的体贴 暖我心天 你都相远 望远望 天水懒 你就在 天水之间 过眼的红颜 风吹云散 你都相远 唯有你的双眼 天水懒 你就在 天水之间 天水之间 库 天水藍 你就在天水之間 這綿綿青年 竟有重現 剛剛你看這個情劍對不對 還是帶了一點京劇的感覺 對 就是我特別想聽一聽您唱 比如一個情歌 情歌 您生活中都唱什麼情歌 我想知道 但是我也是唱 比較高亢的情歌 比如說您來一句 我聽一聽什麼樣高亢的情 情能真是否好 就是最喊的 能有開心嗎 反正我上 夜晚三更有盼天明 寒冬來也有盼春風 好聽不好聽 到那個洪君來肯定到 洪君來 這也到了是不是 所以嗨戲不 我感覺這旁邊 唱個戲的都是有賞 很輕鬆的 很輕鬆 這旁邊感覺有一大音箱 還用什麼麥克風 像我們這種小號嗓 開玩笑 開玩笑 那今天不知道您的故事 還有您的歌聲 能不能打動他們 我們的馬老師能夠得到 多少觀眾的支持呢 為誰而歌為你心動 心動通道請開啟 讓大家能夠多多支持我們的馬青老師 我們的跳速在持續增長 好的 馬老師你自己回頭看 這應該是我們有史以來現在最高的票數了 92% 很激動 好棒 來 您快拿著心動獎品 好 謝謝 恭喜馬青老師獲得由碧桂園提供的 精美心動獎品 謝謝 謝謝 我叫劉靖 1984年出生於江西吉安 從小就夢想走進音樂殿堂的我 終於考入了夢寐以求的學校 中央音樂學院 轉眼幾年過去了 在即將走出象牙塔時的我 各種機遇接轉而來 等待我的是一片大好的前程 鮮花 舞台 榮譽 可是我做出了一個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抉擇 我既沒有選擇考入專業音樂團體 更沒有簽約唱片公司 而是選擇了一條彷彿於音樂夢想 越走越遠的鄉村小路 有人說我很傻 可是我不覺得 因為我的收穫比付出的更多 為誰而歌 為你心動 中華情 聽我唱 歡迎劉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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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來到這兒為誰而唱 為了一群孩子們 孩子 對的 什麼樣的孩子 應該說 用我們的詞語說 叫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 對的的 你在哪兒 你在幫扶留守兒童 我在學校畢業以後 我就通過一次考試 成為了一個鄉鎮的公務員 專業對口嗎 不對口 回去以後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很不甘心的 這個落差聽起來有點大 有點大 因為用我當時的 演講稿裡的一段話說 好像我是在一個 滿地似乎是 有一些牛糞臭的地方 我們這個北京的同學 來看我的時候 我們吃飯的地方 蒼蠅是滿天飛的 同學說不理解 但實際上到最後 我在基層工作了以後 有許多的事情 真的讓我非常地感動 怎麼講 我當時最初接觸 這個留守兒童的時候 第一個孩子呢 是我和我們當時 單位上一些同事 一塊去看望他 那個時候是冬天 那個孩子的手 都是凍床 他說他要回去 給他的奶奶做飯 奶奶年齡已經很大很大了 家裡面也是 可以說一貧如喜的來形容 那個灶台呢 特別特別大 農村的灶台特別大 用柴火燒的那種灶台 那個孩子可能就八歲多 拿著一個小馬渣 往前面一端 然後再爬上去 再炒菜 就想這個 這個年齡承受的東西 可能有點多 後來呢 我問這個孩子 我說你多久沒有見到 自己的母親了 他說有一年多了 我說你想他們吧 他說想 我說你會即將 跟他們打電話嗎 他就不說話了 後來呢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樣吧 我把電話給你打通 你跟媽媽說 後來電話接通之後 孩子就對著電話 然後喊啊 喊媽媽 後來孩子掛完電話 把電話還給我的時候 我看到孩子 對我的微笑 我那一刻覺得 原來我的一些 小小的動作 可能真的可以 給這個孩子帶來希望 你除了從他們那兒感受到 他們需要你 需要你的幫助 你從他們那兒 你得到什麼了 我從他們那兒 也學到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 有一回我到學校裡頭 去看望那些孩子 有些技術孩子 技術孩子 他們把自己衣服洗好 掛好 底下都有桶放好 整整齐齐的 然後呢 他們的被子呀 睡的被子呀 床部 也疊得整整齐齐的 我在想 他們都是很小的孩子 八歲九歲 我想可能 我有時候 還不如這個孩子 還不如他們 那一刻我覺得我 我應該在他們的身上 學到更多的東西 那種堅強 樂觀 積極 給了我人生很大的觸動 中華晴新動舞台 現在交給你 謝謝 我愛你 好 salir 你 對對子 好 我來 你們 哼 你 retailers 你 我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天我都在学会着坚强 那么多的人教会我勇敢担当 一双双温暖的目光 一分分真切的牵挂 让我拥有花钱成蝶的力量 我可以越过天空飞向那片海洋 我可以展开笔膀 拥抱我的梦想 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美好愿望 最大的锋满从此我都不会害怕 因为有爱的力量 每个夜空上我都在想念里 阿妈妈 他想的你是否还在为我牵挂 等夕阳又落下 天空出现晚霞 孤独的山峰 孤独的山峰 帮我一个人推家 每天我都在学会着坚强 那么多的人教会我勇敢担当 一双双温暖的目光 一分分真切的牵挂 让我拥有花钱成蝶的力量 我可以越过天空飞向那片海洋 我可以展开笔膀 拥抱我的梦想 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美好愿望 最大的锋满从此我都不会害怕 因为有爱的力量 因为有爱的力量 我可以越过天空飞向那片海洋 我可以越过天空飞向那片海洋 我可以展开笔膀 拥抱我的梦想 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美好愿望 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美好愿望 在它的风浪从此我都不会害怕 因为有爱的力量 因为有爱的力量 我可以越过天空飞向那片空飞向那海洋 我可以展开笔膀 我可以展开笔膀 了 和歌喉请为他投票 为他点赞 我们期待刘静的成绩 看看是否能够通过八十呢 加油 我相信掌声说明一切了吧 谢谢 恭喜刘静 来 我们把奖品也一致送给刘静 歌声好听 故事感人 确实感动了是一场观众 但除了送给你 我们今天的心动奖品之外 节目组还有一个更多惊喜 要送给你 是吗 是的 那你刚刚说到原创歌曲 我跟你讲 今天请来这个神秘嘉宾 跟音乐有关系 而且他一直在用 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 用音乐来传递爱 闲话少说 让我们欢迎郭峰老师出场 哇 今天郭峰老师特意来到 今天要支持你 欢迎郭峰老师 来 有请 大家好 这是真的吗 是不是以前老在电视台上 太有看了 郭老师 终于看他活的了 哈哈哈 真想说不敢 哈哈哈 那郭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心动点歌台 我相信 大家一定不会放过他走 对不对 不唱不唱歌怎么能叫心动点歌台 对不对 我也不会放过郭老师走 对不对 我小时候特别爱听郭老师唱 心会跟爱一起走 我也爱听 是不是 但是好像现在 嗯 今天一个女生 嗯 去个女生啊 嗯 刚才已经大家已经听到 对对对对对 非常美妙的声音 但是哈 我相信今天 徐老师 做了一碗啥 徐老师声音大家没有听过 想不想听徐老师唱 好吗 哦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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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们有请徐老师 哇 哇 徐老师好漂亮 从来没有人如此 贴近我的心 总想用着许多话 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 打断我的心 偶尔无心的伤害 全都为了爱 经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回头 上天都变成沧海 谁来成全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分手 春风都花春秋雨 爱就爱到底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回头 上天都变成沧海 谁来成全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分手 春风都花春秋雨 爱就爱到底 春风都花春秋雨 爱就爱到底 寻的心会 你 天都花春秋雨 是 天都花春雨 天都花春秋雨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